正成功的父亲郑之龙曾是海贼之王 后来却降民降亲 还曾在进门廖罗湾爆发的崇祯明河战役中 率领水师击退河南舰队 让台湾在400年前的大航海时代 从原本孤学海外之岛要升国际舞台 如此专业的传奇人生 明华园总团决定班上舞台 找来故事工厂艺术总监黄志凯担任编导 当家小生孙翠凤主演郑之龙 陈胜在饰演大海盗颜思琪 当家小但郑亚生饰演个性刚烈的女赛李浩 海贼之王呈现了这个人 有智慧 有胆势 有勇气 但是他的一生当中到最后一定要来看戏 你才知道说为什么最后 他只剩下他的儿子郑成功 只剩下他的老婆 其他跟他身边的战友一一的离开 为了呈现郑之龙经历的重要海战场景 不止舞台上将有军舰献身 剧团更早来武打明星红金宝的儿子 在台湾的特技团队 以空中飞人姿态从观众席入场 就连廖罗湾战役的火烧船公式 都将在舞台上呈现 我们其实在做这个戏做了很多的考察 甚至包括去找这个火神枪 到底是怎么激发的 才能够去还原那年代作战的样貌 就是它是这个火药跟冷兵器 它是同时在当时大航海时代同时呈现 我们会呈现这些场景 娶日本女人当明朝侯爷 儿子还是民族英雄 郑之龙可说是史上最牛的海盗 除此之外 黄之凯更希望借由海贼之王郑之龙传奇 跳脱过去 大家总是用中原视角来看台湾 改用海上视角 看见台湾越上世界舞台的关键时刻 中国面对讲洋人想象招轮 本次上次报道